一辆黑色跑车从对象车道高速往人行道上冲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轿车撞上车道口才停下 后方的机车骑士健壮 机踩刹车 黑色摆弯跑车撞上车道口的水泥墙 柱子被撞断 而跑车车头板筋严重毁损扭曲变形 连引擎盖都飞了起来 跑车的安全气囊也都爆开 可见撞击力道相当大 会撞成这样 原来是驾驶酒醉想去买得来素 不知道我们知道时候已经中了 我之前写报告给都是 对啊 看公司怎么办 随后脱掉业者协助将跑车脱离现场 而人行道上还溜满地的机油 我忘了怎么还会想开车 戴着黑色鸭舌帽低头不发一语 他就是27岁的理性男子 10号凌晨一点多 他和友人在KTV欢唱后 酒后上路开着百万跑车 沿途因为肚子饿想吃宵夜 看见松心路上的一间24小时速食店 旧高速自撞车道口的围墙 警销货报道场 驾驶自行从车内爬出 意识清楚全称多数挫伤 送医后没有大碍 而理性驾驶酒后上路 酒色值高达0.69 好在事发当时没有波及其他用路人 只是男子酒醒后 面对速食店的车道赔偿 以及爱车的修理费 恐怕会更让他伤透脑筋 三一生的定位结章 齐文台北 叉文岛 小时速食店的车道